王博在他的唐王阁序中写道 夜水珠华光照临川之笔 其中所提到的临川就是今天的釜州 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安石 曾拱 燕书 汤贤祖等众多文化大家 近唐宋八大家中 釜州就独占了两家 也正因如此人才辈出 这里也被人们誉为才子之像 在距离老街不远的地方 有一条金公路 北宋著名思想家 文学家王安石就出生在这里 相传 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并不安心读书 他喜欢舞枪弄棒 向往行侠仗义 习武济贫 常常惹得焦书先生生气 一天 附近村子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侯侠 王安石知道后 任何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第二天 老师到书院里来 看到王安石那几个女儿来学校的了 老师一见到他 女孩接盘逃学 正好身边有一层那个黄金树 他就从那个金树上 撇了一根枝条 就打过 就打王安石 王安石也自知敌亏 就让他打 先生怒气冲天 王安石却不以为过 他辩解说 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 路肩不平 便可拔刀相助 将来还可战场杀敌 实现暴夺安邦之志 老师就说 可惜可好 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 还是想学万人敌呢 怎么讲呢 你不学文 光学武 你可以打赢一个人 这就叫一人敌 如果你学文 你将来可以今时即时 可以治国安邦 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比一万五 这就叫万人敌 先生的一番话 犹如一股侵权 使王安石斑然信誉 读书方能明理 知书才能治国 从此以后 他手不试卷 恐似精毒 经历二年 王安石不经应试 得重进士 最终观着宰相 在他当政期间 主持了西宁变法 开创了金工新学 使得宋朝国力日渐强盛 一年夏天 王安石回到凌川 未进家门 先去拜见日思意念的恩师 谁知 老师却已忙顾 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 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 面对满树荆条 详细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 这位当朝宰相 双膝跪地 磕头叩拜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 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 你不告诉我读书名里的道理 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 可能还建了一个亭子 叫金条亭 家乡的启蒙教育 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后世的人们不仅再与他为一代通奴 更把他遵灭为唐凤八大家之一 老金人常常以他为榜样 要语直语 不仅要读圣贤书 更要明世间语义 这样才能成为洞阳之潮 已出版了 这位公司刑事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